清華大學12月22日以音樂會及棋局 來追思沈君山前校長 清華師生與沈前校長的知青好友都參加了追思會 清華大學賀成宏校長說 三十年前正在抉擇要向哪一所大學申請教職 家父跟我說去清華大學那裡有位沈君山 這句話使我加入了清華 校長雖然自曠此生若不息之中 然而在要緊的大事上明白清楚方向從不飄移 前總統馬英九說 他才能說他像個鬧鐘 偶爾鬧一鬧地提醒大家 臨聲漸遠 這個臨聲就是鬧鐘的臨聲 空流去思滿樓 沈君山公子沈小金 最後上台答謝各界好友前來追思他的父親 就算他陷入泥沼之中他依然是那隻優雅的裁縫 他的舉手投足好不托你帶水 他就是這樣的人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能以風度翩翩的笑容去面對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在他離去之後也能夠以笑容面對 清華在沈校長詩世白日為他舉行追思音樂會 由語言所蔡惠天教授 與清華學生王元均九段對譯 清華大學圖書館也同步舉辦沈君山紀念展 展出他的文物 奇譜 講義手稿 明信片 相簿等等 紀念展將持續到明年2月12日 秘書處採訪報導